你好,我是梁燕玲 今天我想说说关于失眠 我三个星期又整个星期失眠了 当我说失眠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我一个晚上可能睡不到五个小时 你尝试过吗? 高中的时候我常常睡得很好,通常是九个小时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 冬天的时候,我那时候去设斩是七点半开始的 但是我也睡够八个小时,最好就是 最多就是不吃早餐算了 那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失眠 也没有这么严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有一个隐形的学士 但是我知道我去图书馆久了 读完书,有时候我会在图书馆就睡着了 然后图书馆睡过,我回家又睡不着 或者是看电脑,看久了我也睡不着 其实高中的时候,我是跟我弟弟一起共用一台电脑的 到了大学我才有自知的 但是反而什么都用在电脑上面 就是很难在对电脑有一个隔断 然后用久了就是眼睛也疲劳 然后也觉得睡不好 那现在来说我还有一些头部的受过伤 然后那时候我去Tremplant滑雪 第一次学的时候就是撞到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开车的意外 2013年吧,我就是Airbag撞到我头前面了 还有就是后来我去朋友的一个church 然后就是玩volleyball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pole撞到了 那这个星期我刚从San Diego回来 所以也有一些jet lag 但是其实机上我睡得挺好的 那这一次呢,我尝试吃一些东西来帮助睡眠 比如说吃一些magnesium 那我是订了药的 但是那个药效果 应该可以吧 但是还没来 我订了 那我那时候就是吃direct food source 就是比如说CV上面有一些 然后我还买了那个lavender soap 然后还买了这个mist 比如说这个 那就是那个deephello mist 是lavender的 然后这个是rose hip oil 是calming 就是摆在leno上面的 然后后来几天我才想起我要吃那个深海鱼油 其实我平常是应该一天吃四次 本来是干眼吃的 但是后来忘了吃 其实这个也会有帮助 是提醒大脑清醒一些的 那还有什么呢 有时候缺血呢 也会影响到睡眠 但是我后来是补充了一些羊肉汤的 所以羊肉汤应该有帮助 会有一些力气 more energized 但是我还是睡不好 那时候还有jet lag 工作上有一点stress 然后主要就是有一个reno 三年都没有搞定 现在时间有点紧 所以也想的特别多 关于那个reno 那刚刚好就是 那我男朋友的阿姨 刚那个小狗 差不多六个月大了 我们就去看看他在北边 然后刚刚好 小狗就给了我doggy therapy 他围着我咬 然后也睡在我的脚上 然后 那天晚上我就睡了六个小时了 星期天我就补回了七个小时 所以现在是在好的方向走 那如果你睡不着 你该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想想你是有什么改变了 比如说你睡觉的时间 你吃东西 你的营养品 是不是补充营养不够 有时候缺了minesium 缺了vitamin B 或者是缺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工作或者个人上的stress 然后眼睛疲劳 如果是用电脑太多了也会影响到 你颈部有受过伤 或者是你头部有受过伤 或者是有创伤 脑创伤 concussion 如果你刚上了小孩 那一定是睡不着的了 这个是不再讨论之列 如果这是近期的事 那你可以想 你可以改变一下你的时间 睡觉的时间 吃的东西上面可以吃的干净一点 少辣的 然后工作方面这样尽量的减少 reduce stress 然后就是运动啊那些 那些是一定的了 是如果这些都帮不了你呢 那你可以想想 那之前有没有头部 或者身体上受过畅伤 如果你想好转的话 那可以吃健康一点咯 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其实是有去做meditation的 meditation呢 就会帮到我很多 那aroma therapy 比如我刚才介绍的 你也可以尝试看看 这些没有伤害的都可以尝试 但是如果帮不到你 那就可以看家庭医生了 尽量避免 over the counter 就是外面药房的那些melatonin 因为那会影响你瞳孔大小的 影响你眼睛里面的小动作 然后也会影响大脑 如果用的久的话 如果你有眼部疲劳 眼睛疲劳呢 那请看一个世光医生 安神你都可以看的 如果你之前有头部 或者颈部的伤害 那请看一个physiotherapist 他们可以做那个康复 你可能也需要一个vision therapy optometrist 就是做视觉训练的世光医生 特别是如果头部受伤了 那可以帮到你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谢谢你观看 请订阅按喜欢和转阅 谢谢 好我是梁燕妮 拜拜